京剧 百年戏楼 雕梁画栋 京剧在两百多年的发展中 即南北音律之精华 中华传统美学之大成 铸就了雅俗共赏的民族艺术瑰宝 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华国粹 清代乾隆年间 三庆 四喜 和春 春台四大徽班进京 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 融合南方剧种与京剧之长 逐渐形成了京剧 传遍大江南北 京剧的表演行当 分为声 淡 静 丑 四门 略诗粉支的是声诀和淡诀 众诗有彩的是静行 鼻梁上一抹白粉的 就是俗称小花脸的丑诀 各行当都有一套表演城市 唱 念 做 打 各剧特色 传统京剧擅长表现历史题材 既有整本的大戏 也有大量折子戏 剧目丰富 表演考究 凝聚着我国传统社会的 道德精神和价值取向 戏文演绎的家国情怀 忠向仁义 寄托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从个体命运到家国兴衰 京剧在岁月更迭中 传递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版本